4月14号 电影大野狼和小绵羊的爱情 在京举行发布会 导演侯继然携主演柯震东出席活动 片中柯震东带着大野狼的头套 想方设法和女主角套近乎 最后号召大家用飞纸飞机的方式告白 既然片中有告白桥段 现场自然少不了问到柯震东告白的事情 柯震东坦诚 自己告白过三次 但和肖亚轩并没有互相告白过 最近哪一次表白 最近哪一次表白 你都不帮我表白 最近哪一次应该是拍电影 就是那个生活中 生活中吗 生活中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表白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 是被表白的是什么 没有被表白 其实很久以前才表白 就在一起需要表白 没有像现任女友表白 但现场柯震东还是表白了一把 粉丝为柯震东送上大野狼的头套 他也对粉丝说 我爱你 不过显得十分羞涩 大野狼和小绵羊的爱情 是一部纯爱剧 并无激情场面 不过柯震东表示 就算拍激情戏 也不用向女友报备 柯震东还透露 今年并没有结婚计划 柯震东今年有结婚的计划吗 你记得是一位小朋友 大概都是我粉丝 没有吧 我今天当然就是以工作为主